請各位長官請部長 請蔣部長 方議員你好 部長 跟十二年國家同樣的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不適任教師的推廠機制 請問您 有沒有什麼樣在制度面 不在自信面 不適任教師的我想這樣子 有別於現在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的教師評鑑入法 這個事情已經相關的規範 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所以教師評鑑應該常態性的教師評鑑 應該做好 那對於這個不適任的老師 應該有適當的作為 如果三年五年還沒有辦法 這個完成立法過程 我們會希望在這個會期就能通過 對啦我也希望 這個會期我們也已經 如果沒有那麼快 那行政作為上有沒有什麼 行政作為上 我想我們也開始現在要另外修 就是說這個教師申訴 行政命令部分有沒有辦法 行政命令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調整 教師評審委員會的整個組成 我們希望說它不是只是朝一個方向去偏移 希望是說能夠增加這個member 這些member都是從社會公正人士 或者專家學者進去 把整個組成做調整 讓不適任的 如果確實是不適任的老師 在系統內應該就能夠適當的一些處理 過去其實可能看到 確實也有這樣的情況 老師之間可能有一些同情的情況 教評會會會回饋到那個校務會議 事實上很多還是沒有辦法 其實回到 不要講包屁啦 回到教評會 我們把組成現在已經做了全面 以前至少要一半以上是我們的 這個不堅行政的老師嘛 我們現在在這一塊面向上 我們做適當的調整 然後讓這個真正公正的人 能夠來做處理 同時的話我想同仁也跟我提供的資料 就是說我們已經訂有這個不適任教師的處理的要點了 透過這個要點也能夠有所作為 不過剛才講非常關鍵的還是在於說 教評會的組成 必須讓它是一個合適的組成 不是為了要對付老師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有不適任的事 不會啦 對 所以說就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讓這個處理 對於不適任的的定義 對 然後 譬如說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然後或是他的教學態度 教學方法 然後跟學生 跟之前 反正你也可以看得到 在這一兩個禮拜 或是兩三個禮拜來 可以出現這種所謂不適任教師的情形態度 有的老師 針對這個 是因為家長的問題 一直去告 一直去告其他的同學 讓大家 這其實跟不適任教師 不是完全相關 但是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讓小孩子的這個受教權 產生這個很大的威脅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對 那我剛剛提到 另外一個是 是像媒體所報導的 說 說好幾個老師 事實上他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呢 家長反應也沒有下 對小朋友 就可以什麼隔離 一針訊那麼久 就是此類的 對 這個有幾個 最近桃園有一個 好像有兩個這樣子的案例 我想我們 當對於這個個案 我們也會積極的去了解 協助趕快來做處理 個案是一回事 一定做處理 可是呢 我想非常重關鍵的 還是在於說 就是剛剛談到的 因為他如果要停聘 解聘 不續聘 這些作為的時候呢 不是任老師 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不是沒有 只是過去這個機制的執行 其實是聊背一格而已 我們希望說 對因為他的組成的人 還有他 我們是有一些相對的 對於要讓老師解聘 停聘不續聘 顯然是不容易做到 可是我們未來的組成 其實就應該看證據嘛 可是會因為以教评會來講 對 以這個其他的 甚至校會是比較困難 但是以教評會來講 對 教評會他的組成 就是就辦法就定在那兒 對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在修 我們現在就在修他的母法 那有沒有可能 對 這譬如說教評會 他維持說一定要老師解聘 老師也可以不限於本校老師 我們現在這個 其實最主要的設計 在這裡面 會有主要的大概是 社會公正人士 這一塊可能會佔主要 老師當然還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代表在裡面 一定的比例 可是這個比例已經 不會是讓他變成 就是可以做成決定的 所以這個是 整個這個相關的配套 我們最近也完成 完成修法了 所以說我 就是這個相關的配套 在還沒有完成立法之前 你的行政作為可以做的 已經新訂的方式了 就對了 對 我們就是說 讓他的教評會的組成 可以做調整 可以比較中性的來看待這些 處理這些事情 另一個問題 就是十二年國教 真的標榜是 理論上是標榜是免試入學 但是 也是入學為主啦 但是要評有一些評比的項目 超而比序 譬如說會考的成績啦 譬如說獎程紀錄啊 譬如說均衡學習啦 這些還有服務學習的紀錄 這些的 多元學習的做事 這個部分 對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學生 他可能要去做 不要說補習啦 去設立的平米的項目 平米的科目越來越多 然後他自己本身 可能要去符合這個標準 他可能自己要去做的 的那個部分 就是要去準備的科目越多 他要準備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 特製體群美 吳玉哦 應該是相關 譬如說我們看體勢能 體勢能就看他一分鐘 仰臥體座可以做多少下 是不是達到那個門檻 對不對 他男生跑一千五百公尺 是不是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跑完 對不對 然後看他的柔軟度 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其實大概就是一個 基本的門檻 甚至我說我們希望學生 一個學期至少有六個小時的 這個服務學習的機會 做志工 這個你做了有六個小時 就達到門檻 那這一些 我想事實上 當然每個縣市 這十五個學區 不見得大家用的都一樣 對 不過我想出發點 都是在於說 希望就是說 讓我們的要參與 超而比序的同學 他在這些面向上 都應該做一些努力 在均衡學習上 在這一個體勢能上 所以說 你要均衡學習 在體勢 均衡學習也好 體勢能也好 對 這部分是達到一個標準 那個標準 就得到該得的分數 而不是說 大家要競爭 還要再去比這個 你的 譬如說你一千五百公尺 跑了十分鐘 我跑九分鐘 達到一個基本上的 長模的要求 就好了 就是這樣 基本的設計 大概都是這樣 基本都是以門檻的設計為主的 坦白講 相對來講 比較合理 免得說學生 或者說怎麼樣 為了去 在這個項目 再得分 或得幾分 達到門檻 我們基本的設計 算是一個門檻的標準 以門檻的設計 為主要的設計 OK 好